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切线方程式的问题 那么这个题目是圆的方程式 这个题目我们看 x平方加y平方等于169 这是13的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这个题目是以圆心是00 半径是13的一个圆 那么在哪一点呢 在5-12之切线的方程式 那么首先我们的话 要求这个切线方程式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切线的斜率 那么切线的斜率 就是所谓的y' 那么我们用最简单的做法来做 首先x平方加y平方 是等于169 那么我们两边同时为分 所谓两边就是等号两边 x平方的为分是2x y平方 那么同学要知道 y它不是x 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到 是y等于f of x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是所谓的隐含数 隐含数的为分 那就变成了2y 还要补上一个y' 这就是连锁率 169的为分是0 这里所谓的y'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切线斜率 好 现在我们代入点 点是多少呢 5-12 所谓5就是指的是x 负12指的是y 10减掉24m等于0 所以m是几呢 m是24分之10 也就是12分之5 那么切线方程式 很容易了 切线方程式 我们代点斜式就可以了 点斜式就是y 减掉y0 y0是指的是这个-12 所以是加上12 等于m m是12分之5 刮胡 x减掉x0 x0指的是5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切线方程式 那么同学也可以 不妨的话呢 把它拆开来 做一个写成标准式的形态 两边同乘12 这变成12y 加上144 等于5x减掉25 当然这样子写的话呢 我们也算是正确的 OK